屋顶 那是一点也不错的 这个是要懂得遗鬼的 传承的 你不是密教的 为什么你也给人家授灌顶呢 可见人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是 两个字 别人讲 另外呢有弟子啊 一看到师尊授这个 十六四大宝法王的这个五佛严顶罐 五佛严顶的这个罐顶 最近也有弟子写信了 请师尊给我摇罐顶 五佛严顶罐 五佛严顶罐是最高的罐顶 他是一块钱马币 就要来个五佛严顶罐 我也给你说 回信了说 已给你罐 这个是我不对 你自己求罐顶也不对 我也不对 你知道五佛严顶罐是所有罐顶当中的最高罐顶 很多金刚上司还没有受过五佛严顶罐的 其实我看你这个弟子的这个名字啊 虽然你是归于的弟子 但是你也是很陌生 怎么突然间你求五佛严顶罐呢 来让我看看 至少你要亲自来 来求罐不罐还是另外一回事 你要懂得怎么样子修 他灌顶有一个层次的不能业绩 所以现在的很多的喇嘛跟佛佛也实在是业绩灌顶 什么叫做业绩灌顶呢 因为他现在只要有人供养他就灌 现在佛佛跟喇嘛也是一样的 他传了这个法 我传十轮金刚法 通通三千名 全部通通灌 管他有没有什么上司相应 有没有释迦行相应 有没有本真相应 现在都不管的 现在反正好 我传大法 大家一听到是大法不是小法 大法要大红包 小法小红包 释迦行分起来灌就四个红包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现在是不行了 以前密教里面的祖师的规矩是一层一层来的 你切实有了相应的层次 你在接受比较重要的灌顶 真正的大法 你修习到金刚法 十轮金刚法 那就是成佛了 那五佛眼顶灌就成就五佛 你本身就是金刚萨斗 那是很大的 五佛眼顶灌 这个中央 毕如这那佛 顶上阿出佛 这个 这边呢 不空成就佛 这边是保身佛 后面是阿弥陀佛 要观想五佛注顶 给你做灌顶的 那么五佛就是 毕如这那 中央毕如这那 这个保身不空成就阿弥陀佛 阿出佛 五佛都在你的顶上 给你做流注灌顶 这个很大 最大的无上灌顶 你本尊都还没有这个相应 怎么求五佛眼顶灌呢 这个求法就是不对的 这样子求法就是不对的 所以很多事情阿 是灌顶上很多很多的 这个仪轨 很繁复的 很繁复的 所以他这边就没有路了 那么再来呢 我们谈这个鬼二 成器已清尽 利宜及三昧 这个书系地经 咒笔奈牙品 转增严 华品 银 这个里面 这一大段里面 谈的是什么呢 谈的就是灌顶的戒利 这个灌顶有很多戒利的 你要先明白 种种的戒利 你在受灌顶 他这里面有提到 有智修行者 以诸咒诸天 及大慈颂者 细戒不阴沉 这就是提到 你在颂咒的时候 都不可以生气的 不可以发怒的 不可以这样子 像苍蝇来了 你要对他很好的 不可以生气的 不可以一把掌 啪 你在念咒当中 不可以生气 他这里面谈到的 全部都是戒利 另外有一条 很重要的 你们不可以生气 我可以生气 开示密谈师 行为虽暴恶 然不应以 负以义毁谤 你知道密谈的上师 在密谈的上师 他的行为 虽然很暴恶 暴恶就是生气 很恶劣 骂人 打人 这个行为很不好 但是呢 人不应以 不可以讲话说 上师你这样做不对 上师你怎么样子 你要温柔一点 上师你这样子怎么样 不要讲 也不能讲的 或以义毁谤 或用意念来毁谤 说这个上师 恐怕是假的吧 是假上师吧 是假的佛佛 因为这个就是意念毁谤 然后谈到意念毁谤 你们会认为说 意念怎么毁谤 是有啊 是意念是可以毁谤人的 那以前呢 我在登台 登高座说法 坐在高座上说法 那底下有一个弟子 就在用意念毁谤 怎么意念毁谤 他说这个佛佛 有什么了不起 我哪一支红外线的这个枪啊 装红外线瞄准器的这个枪 炎炎的那个时日对着他的额头 就这样一抠板筋 他就当不成佛佛 他就当不成 这是什么 这个也就是用意念杀人 你便没有杀我 事实上你便没有做 但是你意念已经想到了 这个意念上已经犯了杀人罪了 意念是很厉害的哦 以前我们在底下 看那个金刚上师 哎呀 这个金刚上师啊 这长得不怎么样嘛 瘦了干斑巴巴的 好像皮包骨一样 说法还咳嗽 这个还生病病得很重 哎呀 他越看越像猴子耶 越看就越像猴子 这个就是用意念毁谤 这里面有写的 然不应以负以义毁谤 这个是意念毁谤 他来了一个金刚上师 长得回回胖胖的 他面孔很严 这画起来像用言规啊 他面孔可以用言规画出来 言规画出来就是 他的面孔那么严了啦 对不对 他鼻子也两个是 鼻子又朝天 朝天鼻子 这眼睛 看起来又灰灰的 两个耳朵虽然像佛一样 但是看起来又像猪耳朵 金刚上师啊 就算是一个picker嘛 对不对 像一只猪一样 其实你在底下 这样子想的时候啊 已经是意念在毁谤了 这个都是不可以的 讲上师怎么样 上师怎么样 也是不可以的 事实上也是不可以的 所以他有他的规矩存在了 他因为 为什么那个时候 也不是那个时候才不可以讲 为什么不要讲他呢 因为他传你咒语 这个传的这个咒语还是清净的 并不因为他抱恶啊 或者他不好 或他的形象怎么样 他传的咒语就是不清净的 其实是清净 咒语归咒语 人归人 他传给你的咒语 毕竟是清净的民众